疫情之下 心理健康是除了身體不施外 需要被重視的議題之一 台灣心理健康聯盟在世界心理健康日前夕 發表盟友研究 邀請立委關注相關議題 期盼公司協力逐步將心理健康普及全民 我想在我們上個會期 我們委員會也在修這樣的一個精神衛生房 我也很期待這個會期的大家趕快各黨團 可以來協商 能夠讓心理衛生房趕快過 其實社區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實每個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每個人現在的社會壓力實在太大了 每個人都有壓力 在心理健康的這個領域上 我們也推動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說長期以來相信心口的事情 大家也希望能夠獨立沉思 我們也終於爭取到在今年 確實讓他能夠分架 讓他轉過心口各自沉思 因為我們也看到心理健康的議題越來越重要 包括說還有從我們過去 從精神障礙者的照顧上面 過去絕大多數比較把我們的資源和能力 投入在醫療方面 那當然除了醫療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部分都需要再往前推進 像是社會支持的系統等等的部分 這部分其實我們也是在立法院裡面 這一屆率先提出精神會審法的修法 還有包括整個審議的過程 其實我們不是全程參與的 那雖然現在目前還沒有進入到三年 但我們很期待能夠在這一屆 甚至是在這個會期就能夠讓他順利通過三步 因為我們知道在大家對心理健康的認識 其實是越來越精進的情況下 但我們的法案是施行也沒有修了 其實必須要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固執的部分必須要來把他補足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我們也是成功爭取到 在這個長效爭取的部分 其實是能夠讓大家能夠比較有一個 穩定的扶養性或順從性的情況下 其實也很需要我們政府資源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謝委員會這邊投入相當的預算 來支持這個長效爭取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我們持續爭取到的 最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出席這場計程會 還是希望能夠再起喚起更多的正式 然後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這是每個國民都可以一起來推動的 光是讓大家願意看到心理衛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過去因為長期的污名化的關係 可能有時候覺得心理不太健康 他可能不好意思去糾正 或是不好意思尋求資源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不好的狀況 其實必須要能夠面對自己心理上的健康 與否能夠有所意識到 才有辦法更進一步的 來讓自己變得更健康 要從預防到剛剛講的 不管是學生或剛剛常見有長照的一些 我們像一些病友 心理健康等等太多太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追隨各位 在今天這麼一個實驗室之前 這麼有意義的一個記者會裡面 中央我想我們會持續的來跟我們所有的協會 做一個好的配合 就跟他說的 有意義的事絕對是跨黨派 大家一起來推動 讓這個社會真的是更好 那另外在地方的部分 那院生理官的總幹事也一樣的跟大家理諾 他一定有機會當事長 有其他的未來我們會出身 絕對會重視這個議題 各縣市衛生局也響應心理健康日 各民間團體也分享 疫情下民眾心理健康的相關調查報告 我們在台灣 香港跟巴基斯坦 一直到今年的9月20號 我們累計的這個統計 其實在這三個地區 真正的感染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都在31%到33% 但是如果我們特別把其中台灣的資料湊出來 那我們就去做了在裡面 我們一直在追蹤的有關於 他們是不是會發展變成中重度的憂鬱 那就中重度的憂鬱上面來講 你就發現說這些感染者 其實他確實大概有15%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這15%他們就在整個的心情上面 出現非常大的變化 那同時我們在另外一個 交互衣商的量表也是 大概這15%的人 真的他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在這一步我們想要看一看說 在一些性別 年齡有一些他真正 我們想知道的 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背後的因素 那我們在分析完以後 就發現說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是 如果他的學歷是在高中指寒以下 那即使會變成這個中重度的比率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高達70幾% 我覺得事實上是真的在社會的弱勢 特別是教育程度 我們並沒有特別收集他們的經濟收入 經濟的這些背景 但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學歷 如果在大學或者是研究所 他們會發展變成這個中重度憂鬱的比率 大概只有25%左右 但是在這個教育程度比較低落的 真的他們受到的這個衝擊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我們並沒有特別再去做非常多背景的最終 有可能是因為他的經濟上受到的衝擊 也有可能是他的生活受到衝擊 那有可能是他的這個家庭 那這個家庭裡面有一個蠻有趣的 其實我們有觀察到在今年的8月到9月之前 8月9月之前從5月開始就有很多孩子必須要遠距學習 開始有很多的行業開始要遠距辦公 那這個其實會跟去年跟前年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去年跟前年畢竟感染的人數 還是不是太多了 那今年其實是以幾萬個 幾萬個machines在來加 那就發現說這些在比較的 教育程度比較低落的這些家庭裡面 或者是弱勢的家庭裡面 他們就有比較多的家庭糾紛 那我們也有試著想要去問這些家長 那這些家長就會告訴我們說 他會跟孩子搶同一台電腦 他們會一起競爭這個網路的資源 那一個要上班一個要上學 那他們的通常家庭的空間也不是很大 那彼此的干擾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發現 他們這種出現情緒低落 或者是出現壓力再強大的這個狀況會出現 我們第一個就是可以看到 民眾的心理健康裡面的情緒困擾 前五大的大概有三到四成的民眾 他是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不安緊張 壓力焦慮跟煩躁 但是情緒敏感以及所謂的天天害怕確診者的足跡 還有關係衝突緊張如同剛剛之前老師所說的一樣 這個是他們大概有10到20%左右的人 但事實上還是有5%的人 他充滿了死亡的焦慮 還有1.5%的人呢 他們其實是有自殺意念的 那在下一章你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比較是 一般的情緒困擾的調查裡面 進一步去做這個一般我們會做的 憂鬱症的篩檢的話 那我們做出來的比例呢 其實沒有比一般沒有疫情期間來的高 我們目前的比例大概的盛行率 大概就是16.4%左右的 我們用PHQ-9這個所謂的病人憂鬱的量表 可以去測出來他的中重度的憂鬱的情緒 可以到16.4% 但是我們還有剛剛所講的一般的民眾 有就是8成左右的民眾 其實他是沒有憂鬱 所以光用憂鬱篩檢 其實篩檢不出來他們的情緒困擾 那我們就進一步來看看這些人 竟然還有一群人士也沒有憂鬱 也沒有幸福感 也就是他們是無感的一個族群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青少人滿有那個無感的 但事實上他們很有高風險的危險的族群 那我們看下一張的時候呢 我就用這個下一張 從幸福感的角度可以來看 我們用心理健康VMI三個元素 他可以預測我們的憂鬱 結果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高憂鬱的民眾在疫情期間反而是多的 也就剛剛之前老師提的這個心理任性 或正向心理健康 我們在台灣這個疫情期間 反而是比較有被促進起來的 但是我們還有兩成的民眾 是所謂的正向幸福感是沒有的 那其中一層就是我說的 他也沒有所謂的憂鬱跟精神疾病 其實就是無感 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 這其實是我們的所謂的 心理養健康的族群 那另外一群是所謂的比較是大 等一下會看到就是比較多是所謂的 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的民眾 然後他又沒有幸福感 那就是更加的混亂 我們就更加的擔憂 所以下一張我們可以來看到的就是 現在我們很希望的就是 不是只是從疾病的觀點去看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憂鬱或焦慮的傾向 你如果再用正向幸福感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們台灣的民眾呢 真正能夠達到所謂的低憂鬱又高 幸福感的是右上角 在疫情期間可以高達72.6% 也就是七成左右 那我一般的研究是大概只有到六成 那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剛剛講的 既很憂鬱又不幸福的 這個所謂比較混沌型的 其實就混亂型的這樣的人呢 其實他大部分心理最不健康 而且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他是20到39歲的年輕族群 然後高中之下的教育程度 大部分是未婚 獨居 還有沒有參加任何的 不管是慈善團體 宗教團體 還是所謂自己的個人所屬的團體 然後年收入在50萬以下 那相對的剛剛講武感的這一群就是 他也沒有憂鬱也沒有幸福的 這一群冷靜型的人 看起來就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冷冷靜靜的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你有11%心理癌健康 那這樣的人無感的人 反而是我們很擔心 因為他一旦有重大生活變故 他就會掉進這個所謂的混沌型 那還有一群就是剛剛講的 情緒敏感又高壓力的族群 或者精神疾病的人 他可以奔戰到有一半 大概有將近一半 百分之六點八的人 他一來可以在奔戰底下 就很像我們是癌症病人啊 身體疾病的人 他會更懂得養生 所以這樣的病人 還有滿大的一群人 他們是努力的奔戰 而學會今天談到的 人人心理健康的條件 我就可以學會所謂的心理健康 所以在最後一章裡面 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下一章 就是我們要教民眾怎麼樣子 去擁有他心理健康的條件 而不是我被篩檢出來 然後就送醫 我才能得到我的心理健康的條件 那我們的聯盟有六十幾個團體 就是從各個角度在促進這樣子 包括讀書也可以 跟朋友聊天也可以 所以我就推出這個心理健康VMI 三大元素三大條件 那這個其實是世界上的正向幸福感的 心理學的研究 人的幸福感來自於三大元素 一個就是社會的人 人際關係的幸福感 一個就是來自於自己情緒調節的那個能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心理幸福感 那如果對照到我們中國人 在講的幸福的定義的話 快樂的名詞 你們可以去Google 到底有多少的業績 是我們古網文化教導的 其實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自主償樂以及自得其樂 所以如果民眾能夠被教會 更大的保有正向的心理健康 其實他是可以跟很大的教育跟憂鬱共存的 台灣心理健康聯盟邀請關注 全民心理健康促進的團體 起居一堂 目前已有62個團體開啟交流討論 期盼透過公司部門合作 制定出屬於台灣倡議的三面向 預防促進、平等共融、全人、全城、全世代 照顧民眾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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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